我每凡坐過我車的朋友就說 你大概是全台北市最後一個 還沒裝行車記錄器的人 然後我就沒裝 那車子不是就壞掉就去修 然後這中間大概有一個禮拜的時間 我就沒車開 那我就想說那跟誰借呢 當然就是跟瓜哥 然後我就跟他借了車 他就借911那台車借我開 我本來想說跟他借其他車 一看更貴算了 開他911 然後我開那台車的時候 我每天都好緊張 然後我都開很慢 然後有一天就在晚上的時候 我剛弄完頭髮載我女兒 就從忠孝東路要左轉逸仙路 然後前面紅燈了 然後我還往我旁邊看了一下 因為停了一台好大的公車 就在我旁邊 我的車在這邊 然後一台很大的公車 我還記得桃紅色的 然後我開過來的時候 我還想說這公車好大 如果前面那巷子有人轉出來 一定沒看到我這一個車道 才剛想完 一台摩托車就出來了 通常我們摩托車 騎出來的時候會看一下對不對 他也沒有 他就直接 就騎了 然後一騎出來 就撞到我的車的這一邊 然後我就剛好車上 還好 那一台有行車記錄器 那一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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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台有真的是 感謝天感謝地你知道嗎 然後警察就來了 然後我女兒就說完蛋了 我說幹嘛 那行車記錄器剛才在聊 然後 我說你彈性也是這個 莫名其妙 那還好有行車記錄器 所以我跟你講 真的行車記錄器有多重要 我之前開騎重機的時候 也是我在那個 上那個 蘇花高的一個名隧道那邊 摔車 因為我車沒有裝 但是後面壓車的 最後一台摩托車 它有 它有裝 然後我嚇的時候 我說 你剛剛有拍到我摔車嗎 她說 沒有 那它搶什麼 它那個行車記錄器 它放在那個上面 然後歪掉了 跳起來 所以它拍到的東西上 有一次在加油戰加油 車子出來 因為 就港前路 然後這樣 因為其實那個車速很快的 所以你一定是慢慢慢慢這樣 港前路很大一條 對啊 車速會比較快 所以我出來的時候 我有停一下 看這邊有沒有車 然後一個白色的車子過去就 就直接過去 然後就聽到我的行車記錄器 啊 但是它繼續走 我就趕快開門 就嚇一跳 哇 就一直叫 那個人就跑掉 對 可是它跑掉了 好死不死紅綠燈 那第一台都有人停了 所以它是出不去的 它就被困在這裡 然後我就衝下來 我就拍它的車門 我說先生 你為什麼撞人跑掉 他不下來 他就在打電話 但是那時候 我覺得他打電話 那我也要打電話 我也先報警 我就開始手機就錄他 我就說 先生你為什麼撞人跑掉 你知道你撞到我 然後他不下來 旁邊的計程車就說 小姐我可以幫你作證 我說謝謝 手機趕快拿來拍他 那個計程車車牌 然後我就跟他講 我說先生你下來 你不可以這樣子 對 結果這個過程 大概有三五分鐘了 就有一個女的 把三字經就出來了 女的他派 對 而且是從後面出來 我就回過頭看 他就插著要說 然後我手機當然就順著拍他 你假的你撞不去 很遜 我真的畫得大濃妝 然後那個當下 那個當下我就拍著這個女的 我就跟他講說 小姐你在罵我嗎 他說 我說請問你從哪裡蹦出來 你有在車上嗎 剛剛發生的過程當中 你沒有在內 你為什麼現在這樣罵我 我都拍起來 我等一下會一起給警察 閉嘴 然後警察來 然後他就講說 他車子過去我撞了他 他不跟我計較 然後我還來敲他車門 怎麼樣怎麼樣這樣吵 然後我聽到的時候 我一直忍一直忍 然後等到警察來 來跟我作證的時候 我就說 我覺得 是我開到這裡 他撞了我以後跑掉 我才下車去追他 我就開著手機了 然後剛剛的整個過程 我的車子有行車記錄器 會還原真相 然後警察就去幫我拆掉 然後那個男生就很轉 就插口袋 就這樣抖抖抖 我跟你說 我的車 我只進原廠 我不會去別的地方修 好 那我就照他意思 我也進原廠好了 好不好 那再麻煩你們鑑定一下 結果一個月後鑑定出來 是他撞我很清楚 就進原廠 我如果去我自己 平常的修車廠 應該一兩萬就搞定了 就進原廠七萬 他自己要求我進原廠 對啊 我照他的意思 我沒有違背了 他就說我做給你 怎麼要這樣 我們做給你賺錢很辛苦 其實我 他都會隨時都會打電話回來 現在科技很進步 就報平安 確定你再加他就可以進去玩 是 他就是要錢 那他 你們有互加那個IG或是FB嗎 你們兩個 沒有 你們有加爸爸嗎 我們形同陌路 沒有啦 這樣玩是不是 其實現在社群媒體 我真的不是那麼熟 那Max如果哪一天爸爸加了FB 然後要想加你 你會加他嗎 會 我跟他會吧 按完確認 然後再開另外一個帳號 你不知道 我女兒就這樣 IG的大 你知道IG有大帳小帳嗎 真的喔 對 有 他就是開了大帳 然後他有加我大帳 就是他正常對外這樣 然後有 可是我女兒TEN TEN 你知道嗎 因為他開了小帳之後 他加我身邊所有的人 就沒加我 我朋友就說 你看 然後我就說 這個是誰的帳號 他說你女兒的小帳 然後我就下一次 碰到我女兒的時候 我就說 你那為你有小帳喔 他就說 小帳是什麼 然後他就說 小帳就是你沒有加媽媽的那一個 然後他就說 你怎麼知道 我就說你是白癡喔 你身邊有所有的經紀人 什麼服裝設計 髮型師 你都加了 大家都會跟我講 我當然知道啊 然後他說 好啦 我說那你加我小帳 他說不要啦 我說你現在加我小帳 不然你以後都沒有臨時可以吃 但有一點很奇怪的是 父母在下面留言就會 就會格格不入的感覺 所以父母可以夾蛋 不要講謊 我自己女兒的 PO的動態 或者是一些內容 我都會在下面給他鼓勵 你跳得好棒喔 你今天做得好好喔 我覺得我是給他 一個讚 你懂嗎 然後他就會回來說 你不要再下面留言了 然後我就說 為什麼這樣表 因為媽媽平常當場 不會跟你這樣說的時候 我要告訴你 我很肯定你這個完成作品 或者是什麼 他就說 同學都在 對 我講的就好了 如果你婆婆來給你按讚 OK 婆婆來按讚還留言 然後婆婆還算你這樣 按讚還留言 在於她的頭部 好 然後 後來之後我就說 好 那我就只有按 我說那按讚可以嗎 他說按讚可以 就是不能留言 對 後來有一次 他回家非常的不開心 因為他們班級聚會的時候 然後媽媽家長都有去 然後我為了要叫我女兒 很吵嘛 然後我就說 寶貝 寶貝 然後我就這樣叫了這個聲音 然後同時有三四個寶貝 都回頭出來了 好可憐喔 然後我女兒還沒有回 然後後來我就說 不是妳的 寶貝 不拎 然後我就這樣叫 然後我女兒來淡淡回頭 媽媽 妳寧可叫我不拎就好 不要叫我寶貝 因為很尷尬 對 我叫寶貝有三四個回頭的 那幾個怎麼不覺得丟臉 然後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才很尷尬 然後那同學 因為他們同學媽媽 我們都有一直聯絡 然後我一天就回去跟她說 我好羨慕你們誰誰誰的 幼稚園同學 她說幹嘛啦 我就說 因為他們都說 他們爸爸出差的時候 他們家的那個小孩 就跟你童年的那個 然後就會把棉被包一包 從自己的房間 到媽媽的房間說 媽媽 我今天要跟你睡 這樣 我說好貼心喔 因為已經不可能 然後我女兒就淡淡地說 是媽寶喔 然後就飄走了 她就覺得說 怎麼可能會發生 她就說 你們不要再去互相比較 這樣很丟臉 然後就走掉了 反而她還比較成熟 對 可是媽媽就會覺得很失落 所以我覺得是因為 我們還是把她當成孩子 就是因為對我們而言 永遠都是媽媽 我真的有一次也是在 去那個家長會的時候 然後因為我女兒有一陣子 很小的時候很愛吃酸梅 然後她就規定 我跟我前夫要叫她 李酸梅 就是打電話給她 我就說 請問Emma在嗎 她就說 沒有這個人 你要找李酸梅 就很小的時候 她就有情境系 然後對 她就有自己情境系 那妳知道嗎 她去看他們那種什麼 成果發表會都會熱淚盈眶 然後就想到她小時候 然後就到學校 到班上的時候 我就叫她李酸梅 我翻臉 丟臉 妳的婚人在家裡叫妳 幹嘛在外面叫我 妳說沒有 所以她在外面 只能叫她Emma 對 可是她覺得 對我最大翻白眼的時候 好 我沒有去妳那邊留言 但是我會在我這邊PO 我就會說Emma妳真的 這個年紀 這樣困擾很多 我都理解 妳對她的困擾 就是媽媽長得比妳漂亮的年紀 然後她就會在底下留言說 妳給我塞掉 好可愛 現在13歲 妳在追吧 追妳嗎 她在愛BTS你知道嗎 一定啊 對 然後她就無聊 她每天都要問我一些問題 然後問完我回答她 她又要跟我吵架 可是她就會問我說 媽媽妳覺得BTS 為什麼她們每一個人皮膚都這麼好 妳看她們的直播什麼什麼 我就說 我就說因為現在很多的直播 比如像媽媽有時候直播 會有濾鏡 或是妳知道韓國的那個劇 我前日看新聞 他們花了好多的成本 在修明星的皮膚 對 不得了了 生氣 她們就是皮膚好 她們是素顏耶 她這樣跟我吵架 我就想說 有事嗎 妳不是在問我專業的事情 有必要嗎 我就回答妳這樣 妳回答得很專業 然後她不能接受 然後我生日送她那個 BTS的那個卡片嘛 就是她想要的卡片 她說媽媽 我會笑順妳一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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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可以了 我有一次因為就是那個 韓國的歌手REN REN你知道嗎 就很會給我們 然後他有一年就來台灣 開演唱 好 可以 換你等一下胸要 而且動風都改掉 我那時候超迷他的 然後那時候他開演唱會的時候 我就第一次 申平第一次拜託瓜哥說 因為那一場是隔節辦的嘛 我就拜託他說 我可不可以去看演唱會 我可不可以去後台這樣 還後台 對 然後結果我真的太愛他 那時候我申平第一次 就是有事相求無霸這樣 然後結果他真的打給隔節這樣 然後我就跟他們去那個慶功宴 好開心 可是REN 她有沒有在妳前面這樣 可是REN從頭到尾 不知道我是誰 就是因為他不知道我是誰 他以為妳是工作人員 或是什麼 就是這樣 幸運之神降臨在我身上 就滿足了 不只 我跟你講 然後我就坐在隔節旁邊嘛 然後他就來敬酒的時候 手就潰掉了 不洗澡了 不洗澡了 拜託 那一件外套到現在還沒洗過 好棒喔 我也是為了小孩 他們喜歡那個BIT 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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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有沒有 我們知道 他不加辣 我也是拜託人家去買票 因為票已經都是秒殺了 很難啦 買了三張票 然後陪兩個小孩去現場搖滾區 對 還為了小孩沒辦法 是不是 其實有時候小孩崇拜偶像 不見得一定是個壞事 因為像我女兒她最近就 我不是說她喜歡BTS嗎 但BTS每一個學歷都很高 然後再來是他們每一個都是基督徒 然後再來是他們每一個 他們現在BTS滿厲害的 就是他們被韓國 頒發外交官的護照 對… 然後就去幫 最近他們還飛去美國 我昨天看到新聞嘛 就陪那個韓國總統飛去美國外交 然後我就跟Emma講 我就說你第一外語能力要很好 然後第二你的學歷一定要 好好的唸書 對啊 然後再來是 因為我自己是基督徒 我就說你要以他們為榜樣 我覺得對他們來說是很正面的 他從現在這學期乖了 你知道嗎 就是自己想學韓文 想學英文 就變很乖 偶像看齊 很多他韓的粉絲都會去學韓文 對 小朋友你真的會覺得 他怎麼會鬼靈驚怪 這麼多的想法 真的 有一次也是小時候 我跟佩甄一起錄影 然後有時候小的時候 我們會帶小朋友一起拍 對… 那你知道攝影棚有時候 那個前面的燈會很燙 所以他們都喜歡要去摸幹嘛 我就說Emma不能摸那個湯 那個很燙 那個燈很燙 然後他就你知道 小孩越講不要 他就越想摸 然後就被我制止兩三次之後 你知道他幹嘛嗎 他就覺得可能生得很燙喔 所以他就叫小可樂 他叫佩甄 你摸 超級會 所以人性本格相信你 他用一招就是 比如說我們去玩具店 他就會拿著這個玩具 也不哭到也不問你 他就走到門口 就比如說收銀台在這嘛 他拿他就往門口走了這樣 不要去哪裡 不要去哪裡 你媽他臉上 我偷竊啊 但他就找他回頭 強迫中獎 他就回頭看 就叫你買單 這會不會是瓜哥叫他 沒有 瓜哥說我小時候很會有一招 也是這樣嗎 就比如說想要買鞋的時候 我就會 我不會問說我可以買這雙鞋嗎 我會直接問他說 爸爸你覺得是黃的好看 還是綠的好看 然後他就會上當說 黃的好看啊 好啊 那就買吧 這張有點不錯 對 我直接問他哪個顏色 我就是說我們有一個群組 然後他爸爸就在問說 Emma 學校這次的成績單呢 然後我女兒就說 不是每一顆都會發啊 他爸爸就說 那你成績單就是要給我 就請老師LINE一下給我 有什麼困難嗎這樣 然後我女兒就說 有啦 成績單在我這兒啦 但是你知道嗎 這種不乾淨的東西 我早就把它丟掉了 不乾淨的東西 好像你們家的狗孩喔 我都不乾淨的東西 然後他爸爸就回說 不乾淨的東西 對 怎麼都對話 一早就開始都是 我跟你講 這個都是跟爸爸學壞的 我女兒現在也是 有時候開車我一回頭說 你可不可以腳合起來 他就是腳會打很開 我們家要吃飯 我兒子跟我女兒會同時這樣 然後再這樣吃飯 我女兒吃飯也是這樣 真的喔 對 那一開始我真的覺得說 這什麼鬼家叫 你可不可以 你也是你教的啊 也是你啊 大家聽過我講 但是後來我去上網查資料 他們說小朋友會出現 這樣子的動作啊 是因為他在 那一個時刻覺得最放鬆 真的嗎 真的 真的 我女兒也是這樣 你知道嗎 每一次我帶她去 因為她脊椎就是她駝背 我每次帶她去復健完的時候 復健完喔 都還在門口等我的時候 她的腳已經是像她這樣 翹起來這樣 然後已經在那邊這樣刷手機 然後每次復健是經過這樣 還剛調完 然後我就制服回來 你知道穿裙子 然後她又轉頭 我說裡面有 你知道那個整個就在我面前這樣 我就說你可不可以把腳關起來 小酷酷都看到了 然後她要不然就是 餐桌椅上面 然後她就蹲在餐桌椅上面這樣子 也不坐下來 亞洲蹲 亞洲蹲 就很像韓國人在吃飯 你知道嗎 但我女兒最近也會耶 我不知道為什麼 她說舒服 對 我說可是這樣子不好看啊 可是我可是這樣吃東西 很舒服耶 而且你看 還不一定在我身上 對 而且我好像也很有道理 還不一定在她腳上 然後她每次這樣吃 我就說你可不可以喝酒 看了我骨盆都疼了 女兒是要出去要購物 她說你要買東西 你為什麼要一直買東西呢 因為家裡那包包都拿不完啊 然後我就說可是你知道嗎 像這個包包啊 就是說以後要留給你當那個 對 然後說又來 你不需要這些傳家寶啊 我跟你講我女兒省到 我不知道她遺傳誰 真的很好喔 真的 她的衣服你知道有夠誇張 我那天打開她的衣櫥 前幾天不是變很冷嗎 對 然後我們要上山去泡溫泉 我就說你外套穿厚一點 她就穿一件很薄的外套 然後我就看說 你為什麼沒有穿厚一點 她說我沒有可以穿的外套啊 我就去她衣櫥打開 她的衣�裡面最大的 她現在一百六十公分嘛 她衣櫥裡面最大是一百二十二公分 不是我女兒的尺寸嗎 你那個太久沒有買外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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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六歲的尺寸耶 我六歲的 沒有 有一些外套是 因為我跟你講說 我們現在可以共穿嘛 可以共穿 所以有一些外套是我拿我的外套 就直接給她穿 然後她 然後後來我就想說天啊 她真的 然後我就把它整批 就已經不能穿了 她的衣�已經變空的 然後整批不能穿的 捐了捐賣的賣這樣 然後有一次我們去台中 我就說我們今天帶你去買衣服 她說不要 幹嘛買 我說你衣櫥沒有衣服 她說沒關係 她就穿你的就好啦 我心裡想說 媽媽的衣服很貴 大物怎麼會這麼貴 那真的很好 你有沒有在她面前說過 我們賺錢很辛苦這樣子的話 我在想說可能是因為她小的時候 真的跟我去工作過 然後她會在 藏到妳的辛苦面 錄影拍戲 她就可能會在旁邊 要到十點時間 她就可能會在旁邊 那時候還很小 沒有上課的壓力 有 有看過 就坐在那邊會陪妳 對 然後她可能就會睡在攝影棚 幹嘛 所以她知道媽媽工作 要到很晚 那我覺得那個就是關鍵 她現在長大 她理解那一個賺錢辛苦 我老婆也常常會講 爸爸賺錢很辛苦 但是問題我小孩 你給她多少她就花多少 不是 那些 她的錢好像放在口袋會咬她 你給她一千她也是花的 好多喔 對 好多 原來是一張兩千塊錢的鈔票 咬我 趕快把它花掉 小時候才兩歲的時候 剛會講話的時候 因為我哥哥沒有頭髮 就是禿頭 然後他就覺得 為什麼我哥哥跟我們都不一樣 我們都沒有頭髮 所以我媽媽為什麼啾啾沒有頭髮 我說因為天生的 然後後來有一次 我哥哥來了以後 他就說 啾啾你怎麼都沒有頭髮 他說對啊 啾啾很可憐 沒有頭髮早就掉光了 他就看了一下 啾啾是當和尚 但是他就看到我哥沒有頭髮 所以他就說 然後我哥哥就 有你這句話就夠了 就是他很會講這種情話 然後還有比如說 聖誕節的時候 他很想買一個聖誕吊式 我婆婆帶他去逛街 他說 阿嬤這個聖誕吊式好漂亮喔 然後我阿嬤說 買這個幹嘛啦 他說 我要買這個回去掛 這樣子我心裡才會有你想到你 我婆婆是學什麼的 好厲害喔 我婆婆馬上買單 而且這句話是我婆婆跟我講的 所以不可能騙人嘛 那普通像有的時候我 我收工 那待會兒要結束後 我女兒怕她會肚子餓 可能買個小餅乾 小麵包給她吃 她就會打開我的 所以每次一回到家 她就打開我的包包 檢查有什麼東西 前兩個禮拜我忘記 買一些小東西給她了 然後她就突然間打開包包說 妳心裡都沒有我嗎 沒有買給我 我說我有妳 可是我不是代表 我一定要買給妳 我有時候沒有 寇妳有沒有想過 媽媽今天一整天也都還沒吃 我說那每次都是我送妳 妳有送我什麼 我們在公園的時候 她就看著我 我把天真的星星送給妳 哇 漂亮 然後跟我老公兩個人 就互看了一眼 我說妳有跟她講這種話嗎 老公說 沒有 我真的不是 我說我也沒有 她學誰的 我說妳學誰的 學高山峰的 沒有啊 妳不覺得那個星星那麼閃亮 就很適合送給妳 哇 好偶像劇喔 好誇張的 小時候小朋友 真的很會講這種鬼話 對 女兒四歲的時候 然後呢 我有一個朋友 她跟她老婆 然後我們有一天 她在我家樓下打球 然後因為我女兒很愛她 你知道男生打完球 那個汗那個 超噁的 然後呢 不是很性感嗎 人家的老公有什麼好性感 然後她就覺得很噁 然後你知道她要抱Emma Emma還給她抱喔 然後抱起來之後呢 然後Emma就很害羞這樣 然後她就都叫她啾啾叔叔 然後她說 然後那個 我那個朋友就說 Emma啾啾叔叔叔 她的汗是不是很臭 會不會很黏這樣 對 我女兒做什麼事你知道嗎 她就這樣 喝醉 就叔叔叔的汗都是香的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然後我跟妳講 我女兒還會這樣 我們拍照這樣 然後拍了之後 她還說 不要給妳老婆看 什麼鬼 她在想什麼 真的 真的 真的是小三耶 太好笑了 我講話男人喔 真的 翻白眼好不好 但她會講話 又怕她花眼瞧 像張立東這一種 對啊 太油了 馬上就要來 妳在競選喔 誠實 所以我們現在就馬上要來 請這個愛麗絲 來做一下測驗囉 什麼樣的星座是靠 一張嘴闖蕩天下 好 我們是 張立東 張立東 投票 金座 對馬上 我們來看一下第三名 上榜的是我們的 處女座 不是耶 對 縱望 妳是做 對 馬上馬上 對 預言很純粹 念才無愛殺傷力強 所以處女座 其實平常都比較悶不吭聲 可是今天只要是我的場 我的局 我可以碰轟的時候 她還可以提供一些數據 譬如說如果現在要炫耀房市 她就說拜託 我的老婆對不對 就是已經真的是看到我都怕 對 然後你看 這婚前健康檢查 金床指數還是性能力指數 其實那是膽固醇 好像你會講的話 滿悲啊會溢出來 有沒有 對 其實是膽固醇 對 但是她可能會為了這樣子 會用一些心機去造假 只是為了證明我的能力 是可以的這樣 對 對 對 而且再加上 她不只是擁有這種 變才無愛的好口才 真的說真的 她如果要甜言蜜語 也是哄得你心花怒放 畢竟她是水星在掌管的 真的是水星人對不對 對 她今天要說出這句話的時候 她已經經過非常多的 就是沙盤推演 該場刊的 該掌握喜好的 她會投其所好的去 就是因為她希望就是 一命就命中 再給我驕傲 來 我們看第二名就是 傢伙 是不是 是不是 傢伙中的王者 對 雙魚座對不對 對 應該剛剛都很明顯的 這個已經沒有什麼好解析的 演技了解 一盡到底 對 人家都說她是俗稱的 江湖小可愛 就是說她在江湖上 傢伙中生存 其實雙魚座真的是滿厲害 非常圓滑 沒錯 圓滑到她可以把大家 騙過大家以外 她還欺騙了自己 對 因為去騙自己 覺得說她自導自己 所以她一定要先騙過自己 一定要騙過自己 才有辦法自然演 對 她才有辦法把自己 投入那個角色 傢伙你怎麼不是做演員 可是所以我當時遇到 那個組織那麼會演 我就呆掉了 真的 因為我還會演 對 因為我還會演 騙了我一任一任 那你們也是雙魚座的嗎 對 她是射手做的 其實射手滿容易被騙的 射手可是我這個 容易受詐騙基點 哈囉 哈囉 那真的 射手就是 我跟前夫就是 射手跟雙魚 是不是 你看我是不是受害的人 你看 第一名是誰 合理 合理 好合理 我好說人話 細節是雙子座 等等男女都是 雙子雙子座 OK OK 像我們剛剛講到 雙魚跟處女的 這一種的 這種特質 雙子全部都有 而且最厲害的是 它是生控型的 知道這個 丈母娘是喜歡吃什麼 喝什麼 或是要送什麼禮物 叫別人去買 有沒有 他永遠就是可以把所有 因為結果都是 功勞都是他自己 沒錯 對不對 所以全部布局 精心設計什麼的 它這個是最厲害的地方 而見人說人話 見鬼說人話 說真的 就算他傳錯群組好了 譬如說今天要批評他女朋友 真的很不懂事 這種事情也不給我面子 像這樣的例子 可是他可能傳到 就給他女朋友 要罵他女朋友 傳給他女朋友 傳錯 這時候他最厲害的來了 為什麼會提醒你 他就寶貝你看 你看 別人剛剛這樣 你看剛剛別人這樣子 傳給他女朋友 傻不傻 真的雙子物 那麼厲害 然後馬上發現說 完了 怎麼會傳給自己女朋友 他就是有辦法 轉回來 自圓其說 很快 沒錯 反應之快 口才之好 沒錯 所以其實他的甜言蜜語 大家是招架不住的 所以你說我生存容易嗎 我女兒是處女座 對 我前夫是雙女座 我爸爸是雙子座 我爸爸是雙子座 那我可以跟瓜哥說 我才是夾放中那個鮭魚好嗎 我們爸會干涉你管小孩嗎 他不會 他不會 因為他也沒有在管我 對啊 所以他不會 我爸媽跟Emma的相處 我覺得是非常棒 因為他們也不會去過度干涉 但他們就是做好就是 寒衣弄孫這一部分 這個角色 對 就是陪他吃飯 陪他玩 我爸以前很愛整他 我爸會從二樓 然後叫我女兒 那因為他小嘛 他就那時候還拿奶瓶 然後他是這樣不穩定的時候 所以他頭往上看的時候 他就會往後這樣 然後我爸就覺得很好玩 當然的話 地上有地毯什麼的 然後我爸就會覺得 他這樣很可愛很好玩這樣 然後要不然每天就是在叫他 因為很小嘛 然後走路這樣的話 他就會叫他做很多事這樣 我小兒子 因為我媽在家很愛吃 整天看到他就在廚房 就在廚房就會吃東西 所以小孩子很小 就被媽媽一直養 養到 就一直 然後現在就是一百四十幾公斤有沒有 真的嗎 太大肚了吧 真的嗎 真的嗎 對啊 就是 對 我跟你講這個是真的要教育小孩 真的 但小孩真的很聰明 比如說像他也是很常 其實我每一次 他還小的時候我會幫他整理 後來我發現這樣不行 因為他根本都不知道自己要帶什麼 不知道自己帶什麼 所以我就跟他講說 你自己要自己看聯絡 如果我明天要帶什麼 你要自己整理好 然後有一陣子是他整理好之後 我會幫他檢查 再過一陣子是我連檢查都不檢查 你自己要負責任 所以他很常 訓練了 對 他很常有一段時間就是 我明明看到笛子放在桌上 然後我還是會忍不住說 你明天東西都有帶了嗎 他說有 我都帶了這樣 然後我就看笛子還在桌上 我就說好 那有帶就好 然後隔天他去上課之後 笛子依然在桌上 然後老師就來了 蔓維媽 不好意思 蔓維今天忘記帶笛子去上課 等一下有笛子課 你可以幫他送過來嗎 我說我沒空 然後他就說好 我說那你就是要自己負責任 好了 這小孩驚的 他知道媽媽不肯送 打給阿公阿嬤 阿公阿嬤還要跟他一起帶 阿公阿嬤還要跟他一起帶 這樣就變成這小孩真的 出頭的時候呢 媽媽其實都還不會問 過了三十五歲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感受到那個 每次家人聚會的時候 然後媽媽就是開始關心說 你最小的 最高的 有時候就帶回來看看 我說沒有 我說媽媽其實我沒有想要結婚 我不想要結婚這件事情 我媽就生氣 她就覺得說你沒有嫌 你老的是要怎樣 我說我老的一個人也很好 你如果是沒有嫌 你老的一個人很慘 可是我跟你講 媽媽的心態很奇怪 像我自己也走過這一招對不對 雖然我女兒現在十三 十四歲 你知道她跟我講說 她以後不想結婚的時候 我聽了還是 你怎麼可以這樣 你知道還是會耶 還是會忍不住覺得 這個好像就是應該要帶 你的過程 這是不是一個傳統的思維 對不對 怎麼會你這麼年輕 有這麼傳統的想法 沒有 就會覺得說 不會吧 就是怎麼會 我們家的基因好像是 就斷在A媽這邊嗎 不可能吧 想很多耶 對啊 還是會情不自禁會想這些 可是我覺得每個年紀想的不一樣 我三十歲之前 其實我有想說我要結婚 然後三十歲之前生完兩個小孩 但過了三十歲之後呢 我就覺得不結婚很好 然後沒想到這件事情 我媽真的不行 她用各式各樣的方法 她甚至最誇張就說 不然這樣 妳如果是外交 不然妳生是好 我說 媽媽 我現在沒退休 妳要交我到誰生 不然妳就 等一下合不合法 不是這麼講啦 所以大哥很多人都來 對 今晚開戰吧 讓你永遠選對邊 今晚開戰吧 讓你總是被承讚 新時態 互動是綜藝 快快來訂閱 按下小鈴 又不想聽到 當時也不太狠 厲害 請到時候 不想聽到